我想大家很常聽到美國指責其他國家 就說你的產品有政府補貼 你的產品有政府資助研究 因此不符合公平競爭 所以就要對你採取某種懲罰 譬如加關稅諸如此類的東西 這件事我想我們聽了很多 問題是輪到美國的競爭不夠人時會怎樣呢? 他剛剛通過了一個法案 準備撥2,800億美元 去芯片加的法案 這個法案已經通過了在眾議院 什麼呢?就是自在加強 美國芯片產業和科研實力 以對抗中國的龐大法案 剛剛在美國參議院都通過了 現在等著送去白宮給拜登簽 相信拜登也不會手軟 一定會簽 這個法案又是否政府津貼產業呢? 當然是 是否政府用各種方法 試圖把本來公平的競爭 變成不公平的競爭呢? 用他們以往的說法 你們國家這些產業不夠先進 於是國家採取辦法 將產業升級 不行不行不行 這就是破壞公平競爭 現在情況倒轉了 美國方面的產業 芯片產業 不夠台灣、三星和中國鬥 台灣 台積電 可以說是最龍頭 大哥 他立了最先進製程的單 他佔了差不多九成 這些先進製程的單 所以他賺了很多錢 但是他也要留意到 那些落後好幾代的芯片製程 用在汽車、控制上 雪櫃、洗衣機之類 不需要用這麼高的製程 不需要用到三納米、七納米 可以用到十幾納米 甚至過百納米 都完全可以那些 他一樣現在和其他廠商爭 我們知道中國競爭的辦法 已經一早有名人點路 就說我們要追最先進製程 但是追這個同時 我們要吃了那些持幾代的產品 在那裏我們利用大量的產能 拿到第一桶金 拿到第一桶金之後 就把這些錢丟進去 支持發展最先進的程式 這是中國的策略 這個策略裡面 大家留意到 政府沒有付錢的 當然所有政府都有大學 大學裡面自然有各種各樣的東西 研究各種各樣的東西 一樣中國都要做 中國現在用的政策是 支持中國自己本身的產業 支持 不像美國那樣 簡直說明我拿2,800億美元 去扔下來做這件事 他還想搞一個 Chip 4 美國、日本、南韓和台灣 那幾間大公司去美國開廠 減稅、地平、很多優惠 你們開廠吧 老實說 如果我是台積電 就想一想 我去開廠 把我的技術放在那裏 你偷了之後我怎麼辦 是不是要想這件事 美國不偷? 說笑嗎? 所以防人之心不可謀 現在美國這件事 算不算是 又想出間諜去偷? 現在我們看到有兩個政策 一個政策就是想 來吧 在我們建芯片廠 目的就是偷你的技術 第二就是扔錢下去 這些東西 即時扔錢下去 就沒有這麼快見效 因為你要開廠房 尤其是一些科研的東西 你要慢慢研究 研究 就是要變成產能諸如此類 還有一段時間 在這段時間 我們發現到中芯國際 在上海那間 已經被人發現 他已經在出7納米的芯片 正在做最先進 差一段時間 但人家已經在做 換句話說 這2,800億扔進去之後 到他有效的時候 中國是否已經爬了頭 或者去到大家齊頭 不要說一定爬頭 一去到大家齊頭之後 接著有一個問題來了 這些非中國本地出產的芯片 那些中國廠家 這個不是監禁的 是中國廠家自己想到的 如果我用西方芯片 隨時給你限制 我就沒得用了 那我的產品就死了 那不如用中國的芯片 不會被限制 中國不會限制 我用自己的芯片 所以 這些單都交給中國公司 流出國外的單 可能大幅度下降 而我們知道 在過去一段時間 芯片的入口 是超過了能源入口的價值 如果中國可以節省這筆外匯 不用跟外面買 換句話說 外面的公司不見了大批生意 你不見了大批生意之後 你還有多少剩餘的錢 拿來做下一代的研究 這是一個大問題 這是一個實際的問題 所以所有的產業都在說 一定要有辦法賺到第一筒金 而將一定的賺到的錢 用在研究上 如果純粹像現在這樣 扔2,800億 這筆錢用了之後 怎樣呢 這筆錢如果可以引起 那個產業繼續賺錢 而繼續可以投資下去研究 這就是可持續性 所以下一個問題 現在美國扔2,800億 是否可持續性呢 我覺得未必 我不知道 可能遲些他又 明年又做多單 又給2,800億 我們不知道 但是純粹看2,800億 這不是可持續性 而到這2,800億 產生效果的時候 可能市場已經被中國搶了大部分 使得這些產業在外國生存的空間 被極度壓縮 可以說現在這個政策 來得太遲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